电脑中出现中奖的信息 中奖为何汇款的还是你 第一次打了是3800块枪 第二次是打了1600块枪 或是上岁 是好事还是骗局 到底是中奖了还是中枪了 他们的银行卡都是花钱购买来了 并且这个银行卡都是以别人的护名来开户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你中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现在网络诈骗花样繁多 什么这钓鱼网站啊 木马病毒啊 中奖信息之类的 这都老套的了 五花八门啊 当然媒体也在用很多方式在揭露这些骗子的骗术 很可惜 还是有人会上当受骗 2014年 海南省林高县公安局 接到了来自各地群众的举报 这些人都说他们被骗了 他们是在看到网上发布的中奖信息之后被骗的 针对这些情况 林高警方展开了调查 针对网络诈骗比较猖獗的现象 海南省公安厅在海南省进行专项的整治 林高县公安局成立了网络诈骗专案组 在排查网络诈骗的过程中 当地林高县林城镇的刘强 王建设被纳入了警方的视线 警方发现 两人从2014年开始利用黑客软件 窃取别人大量的网络信息 有重大网络诈骗的嫌疑 而就在此时 警方又发现两人有外逃的迹象 随后对两人实施抓捕 发现这两名犯网人有涉及网络诈骗的重大嫌疑 于是在犯网人准备乘车去三亚的途中 然后组织警律在这个美台高路口 将犯网人截获 然后带回我们行政大队进行排查 警方在刘强和王建设两人所乘坐的车辆上 截获电脑两台 电话三部 银行卡数张 在获取的这两台电脑上警方发现了一款黑客软件 据了解 软件能够窃取用户的信息 窃取用户的电子邮箱 QQ号以及密码 而且两人的电脑中存有大量电子邮件的用户名和密码 还有一些破解电子邮箱用户名跟密码的字典 可以说是一个分工比较明确的一个诈骗团伙 它有独特的这个的诈骗手段 诈骗手段 只要通过一个软件 只要通过一个软件 获洗了便的那个邮箱账号和密码以后 然后就往里面发送中奖信息 刘强 王建设都是林高县林城证人 两人无业 在被抓后两人反侦查能力比较强 对于诈骗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 抓到那个两个嫌疑人以后呢 开始积不承认 但是呢 我们通过我们都有的一些侦查手段 包括他那个转工具 还有资金的流向 进行的侦查 锁定 这两个嫌疑人就是犯罪嫌疑人 两个犯罪嫌疑人 虽然他们的电脑上有黑客软件 还有大量的QQ号码 还有电子邮箱等等信息 但这两个人都不承认实施了诈骗 我们都知道啊 这骗子一般都很狡猾 这用过的手机卡呀 银行卡 他们随时会换 用完就扔 证据很难被锁定 案件的关键就是 必须尽快找到受害人 在查找证据的过程当中 警方发现甘肃 有一个叫何金梅的人 这个人曾经给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他们的卡上汇过款 那这个人是不是受害人呢 办案民警马上联系了 甘肃警方 经过两地警方配合 很快找到了这个叫何金梅的人 何金梅女性 18岁左右 甘肃省平梁市人 何金梅曾经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称他收到了一个获奖信息 分三次给对方打了两万多元钱 他后来发现是被骗了 上网的时候就打开了自己的邮箱 发现邮箱里面有一个获奖信息 内容 大气的内容就是这样 恭喜你 获取了 外围观众摇奖 幸运奖 您获取的奖项是 一台苹果电脑和 八万八千块钱的奖金 收到这样一个获奖信息 已经不算是太高明的骗术 为何却让何金梅陷入了骗局 远在甘肃的何金梅电话中 讲述了经过 因为好奇点开了获奖信息 之后何金梅就一发不可收拾 一次次按照骗子的要求 往骗子的账户上打款 这些钱汇入了一个叫王超的卡上 而这张卡在嫌疑人刘强 王建设的身上被查获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 两人也忠于交代 银行卡是他们在网上买的 并承认了诈骗的事实 两人因为没有正当职业 在网上听人说 通过网络诈骗来钱快 就萌生了网络诈骗的念头 两人找人学习了黑客技术 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实践了 那么他们是如何获取受害人的信息 又如何诱骗受害人上当受骗的呢 他们就想到了骗其他人的财物 通过一个是比较容易 第二是容易让受害人上当 全国各地都很多人 只要骗到一两个都是算比较容易的 他们首先通过黑客手段 获取了大量的QQ号码和邮箱信息 以及密码 之后进入到别人的邮箱中 大量群发中奖的信息 大海捞针一样的寻找受害对象 当时何金梅就是收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 何金梅说 她平时住在姑姑家 那天她回家后上网 打开邮箱 蹦出一个获奖信息 年纪不大 涉事不深的她一阵欣喜 没想太多 就按照信息要求填写了自己的名字 身份证等信息 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咨询电话 他们有一个咨询电话 然后我就打了那个电话 然后她就告诉我怎么怎么做 她问我怎么办 然后我就问她 你住那个小学生 就问她去验证码多少 她又是说验证码 我用说公开你 有过来的个人 七八万大天 还有冰谷 还有冰谷 那些分数三个冰谷 比这个人还好一大 要先要零几的话 要必需要跟她的养工学 那边各马上线 那里人的机房要去 月面刷下去之后 她有那个就是 哪个银行哪个银行 刚好她都在下面写了 就是有农行 还有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这些她都在下面 然后她就就那个人 她就跟我说 你是哪个银行 然后我说了 然后她就让我在那 把那个钱给打过去 骗子刘的电话是010开头的 这也让很多受害人相信 这事就是真的 可能我就是中奖了 我太幸运了 其实这个骗子 他把电话通过后台基站 转到了刘强的手机上 接通电话以后 刘强用他那个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还自称是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如果你想领奖 那你先交3800元的保证金 何金梅就相信了 就按照他的要求 马上把钱汇到了他指定的账户上 您肯定认为 这何金梅是不是有点笨呢 怎么就这么轻易相信别人呢 不 小何给骗子汇款 不是因为笨 而是因为怕 何金梅说 当时他也比较紧张 家里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商量 刚好这几天他要交学费 公布的银行卡在他的手里 他就按照要求跑到楼下银行 把钱转到了刘强指定的账号上 这卡要不就是买来的 要不是用别人的身份证去办的一个银行卡 这个也是给我们警方侦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这个是从犯罪人身上扣押的 这个是他的银行卡 这些银行卡都是犯罪嫌疑人在网上买的 或者是通过一些非法手段获得的 一般情况下看到有钱汇入 他们会第一时间把钱取出来 然后再诱惑受害人继续汇款 看到何金梅的汇款后 刘强就继续在电话中告诉何金梅 领奖还需要交个人所得税 一万七千六百元 这笔钱可不少 何金梅这时候醒悟也来得及 就在他犹豫之时 骗子的电话打来了 我如果不给他们打这个钱的话 他和那个当局官员局是联网的 就是说是有官员局会找他忙来要 不然他钱那个赔偿费 因为我钱了我的那就是个人信息 然后我就害到他们转上面了 所以我才给他们就是把那个钱给打过去 因为当初填写了自己的真实信息 加上骗子的威胁 他怕真向骗子所说让他赔钱 又心存一丝侥幸 也许真中假的呢 就在犹豫之间 骗子在电话中不断催促 何金梅就稀里糊涂的把卡上的钱 又给骗子汇了过去 可是卡上只有七千六百元钱 钱刚汇过去 电话又打来了 骗子在电话里边一直不让何金梅挂电话 而且威胁他说钱没汇够 你的奖是领不到的 而且以前你汇的钱 我们也不退了 当地的公安机关还会根据你填写的信息 朝你索赔 听到这些 何金梅可吓坏了 表弟只有十几岁 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 就把家里的钱找出来 给了何金梅五千块钱 谁知电话中的骗子还让他汇款 失魂落魄的何金梅这才意识到可能被骗了 就拨通了当地的110 而这边刘强王建设骗到前后 马上取出挥霍一空 目前刘强王建设利用网络诈骗 共有二十多名受害人 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 涉及金额七万多元 而受害人何金梅本来还要上学 但是因为学费被骗走了 并且要还亲戚的钱 于是他只能选择打工挣钱来还账 本来需要上高中了 然后就最后因为那些钱我出来打工了 然后现在 我当时就是老师也给我打电话了 他让我回去上学 我还想学回去上学 因为还小呢 我的学业不能花费了 我还想上学 受害人可怜 骗子可恨 我们做过很多期这种防诈骗的节目了 这骗子一旦被揭穿 你就看懂了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玄机 怎么每次都有人上当受骗呢 我们也想通过揭露骗子行骗的过程 再次提醒大家 您一定要提高警惕 遇事要冷静 得找家人商量 如果您想打电话咨询一下 您可别打骗子留下的电话 要自己通过114去查询 中奖是好事 中枪就倒霉了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